Hello 大家好 上一集我和大家由三家村出發來到東隆州 今集我們繼續行程 欣賞一下東隆州和它的周邊海域 其實今次我選擇來東隆州 是有另一個特別的目標 就是想看看孤立危險浮標 我們之前看的那些其實都是孤立危險立標 不是浮標來的 上岸後先吃個早餐 大家可以看到這裡的士多食物都是以簡單為主 大家可以看看這裡的價格 吃飽飽後我們就繼續行程 大家可以看看這裡的路況 都蠻好走的 走到較高的位置 我們就可以見到南旁海峽 大家可以見到對面是清水灣 鄉村俱樂部哥爾夫球場 再走前一點 我們就可以見到東隆州北碼頭 沿路下碼頭 我們就可以見到水其實真的很清 還有島上的石頭也很特別的 還有島上的石頭也很特別的 而在碼頭的盡頭 還有一支導航燈 還有一個流動廁所 而在碼頭上面 我們還見到水母 還有一支導航燈 去到東隆州最北的位置 就有一個燈塔 它的編號就是184號 在燈塔 和對面哥爾夫球場中間的水域 就是佛堂湖 而在這個露營區附近的士多 都有些螢幕出租 所以如果大家想露營 真的可以說走就走 來到這裡 不要忘記看過去哥爾夫球場那邊 還可以見到海底電纜 著陸位置顯示牌架 沿著條路走回頭 我們就可以見到 有一塊尖石在山丘上面 那裡就是牙櫻石 望諾佛堂門附近 我們還見到有人在玩水上電灘車 在這裏面是否則靠地 是否則靠地 帶走入到這裡 寫散風門附近 要逃避好 看門這臭空門比賽 标示了这里是鱼类养殖区的范围 这个是东龙洲石刻 看这里的石灯是由小石栏组成的 在石刻的南边可以看到一个小岛 这里是牙鹰牌 牙鹰牌上有一支灯塔 终于都来到东龙洲秩序南边 在这里我们会看到有一个土木工程托展处的 TLC防标 最后终于看到今次的主要目标 就是柱形孤立危险防标 大家记不记得孤立危险防标的顶标是有两个黑球呢? 就在这个满布礁石的位置 竟然见到有位师兄在钓鱼 其实这个位置很危险的 因为这里这么浅水 车子吃不到水又给不到力 而且一些海浪还会打到船上 很容易令船失控的 撞到石头或者拼针 一般驾船 我们都不会把自己放在危险的地方 让自己面对困境 游览完东龙洲之后 我们就回三家村了 回程的时候 我见到天气真的比今早早好很多 我来说到天气 好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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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ikki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音乐 音乐 又回到三家村备风台 大家见不见到这船挂了一张左白右蓝的燕尾旗? 这一张旗其实是A国际信号旗 意思是有人潜水叫人不要靠近 今天就说到这里 请大家点赞、分享、订阅和点旁边的小铃铛